大家好我是乌尔凯西 今天这个是伊利哈姆国际倡议机构 所举办的一个网路上的研讨会 我们研讨会的题目是维吾尔议题 现状这个沟通与展望 那么当然首先现状到底是什么世界 很多朋友都说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但其实这可能也正是需要 沟通让大家真的大家都知道吗 大家了解的所谓自认为了解的真相 是一样的吗 这个应该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 今天我们的来宾跟大家介绍 这个安卡拉大学的学者 维吾尔学者艾尔凯纳克林 艾尔凯纳克林是这一方面 社会方面政治学方面的专家 关于所谓的真相 而且过去这些年 对于这个维汉的沟通等等各方面 也都做出非常多的贡献 我们等一下来听他的政治拙见出词 除了 阿尔凯纳克林博士之外 还有腾标 那是中国的这个维权人士 也是我们民运异议分子之中 对于维吾尔议题有相当的关注 那么在这方面也表达过很多的立场 今天某种意义上 你可能是要来做所谓的汉人的代表 来表达一个 来听一听这个汉人 或者说在海外的异议分子 无论你个人以什么样的一个身份 你对于维吾尔议题的了解 对于沟通有什么样的想法 有什么展望 那么另外一位来宾是这个 台湾东突厥斯坦协会的理事长 何朝栋律师 我们知道台湾对台湾 其实现在也已经是变成在讨论 跟中国相关问题的时候 这个也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而这个议题的 对这个就是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台湾跟世界的关系 我们现在也都在讨论 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台湾人对维吾尔人 也是有非常多的关心 另外我们汉学家侯指明女士 多年的好朋友玛丽 玛丽对维吾尔 对是我们这个伊利哈姆 土和提国际倡议机构的 重要的顾问和这个 也一直是最后 我们的很多活动的重要的推手 所以他对这方面的认知 那是在国际上的地位 也是非常大家所知道的 在台北还有一位朋友 就是达瓦才人 就是达赖喇嘛 驻台北的代表达赖喇嘛 宗教基金会的董事长 藏人在过去的这些年 这几十年 因为很幸运 他们有一个达赖喇嘛 能够让他们的这个 藏人的问题的 西藏问题的真相 以及他们跟国际社会的沟通 以及提出各种各样的展望 都能够让国际社会 有得到这种倾听 那么也许我们可以从 我们的藏人朋友这边 得到更多的好的意见和建议 告诉我们 维吾尔议题 现在在面对 终于我们没有那么幸运 我们没有达赖喇嘛 而我们这个维吾尔议题 终于被国际社会关注 却是因为几百万维吾尔人 我们在家乡被关入集中营 这样的一个悲惨的现状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现状之下 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们尤其要沟通如何沟通 等等这些 我们也等一下 都来听一听达瓦给我们的意见 首先我想请艾尔廷博士 来跟我们做一些更介绍 他的想 对这些问题的想法 谢谢 实际上大家都过多过少在媒体上 已经了解到在东突化身的一切 我想从这个几个方面来解释一下 第一个呢 从政治方面来解释 现在这个跟这个西藏 还有跟这个内农一样 这个东突也是自治区 但是没有自治的这种情况 首先从政治上讲 比如说现在不管是党代会 还是这个人代会 在东突召开的时候 大家可能注意到 在面对这个照相机或者设议 以及面前的这个人头 你要是注意到的话 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全是汉 既然是自治区 为什么在这个政治方面 都有这么多的占比 占得这么大呢 为什么自治区 这个区域自治法 为什么没有执行呢 所以呢 在这个东突呢 维吾尔人在政治方面呢 已经被电量化 从这个经济方面来看呢 举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中国 每年都有这个富人榜 这个公开公布这个富人榜 富人榜里面有2000个富人 其中有12个富人呢 是都在东突了 但是没有一个是为外 全部都是汉 所以在经济上也被电量化 从这个文化上来讲呢 他为了这个消灭这个他的身份 就是加强对党对国家 对共产党的这个中心 他要消灭当地人的这个文化 以及他的这个文化身份 认同 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 比如说从语言上 文化上 宗教上 各个方面 还有分析习惯上 都进行改革 所谓的改革了 改革的目的呢 就是要忠于党 忠于这个国家了 也就是说他在这个东突呢 采取的这个一种政策是什么呢 比如说一种迫害 一种这个压迫 一种成化 到目前呢 已经达到这个种族灭绝这个地步 他要消灭这个东突的这些人 想达到的目的呢 就是说要占领这个东突 当东突中国化 比如说在宗教方面 他强调这个伊斯兰教呢 有这个阿拉伯伊斯兰教 和这个中国伊斯兰教 大家都知道 像犹太教和这个基督教 和伊斯兰教呢 它是姓一神教 所以呢 它不能被分裂 但是呢 中国他就可以把这个伊斯兰教 可以搞成多神教 其中的阿拉伯的这个伊斯兰教呢 阿拉伯是真主的话 那么中国的伊斯兰教 那就是共产党 他用这种分化的方式呢 达到这个消灭宗教信仰 另外呢 他在这个宗教习俗和宗教文化 以及宗教生活方面 他也采取一些很奇怪的政策 他说这个穆斯林的这些宗教信仰 以及他的这些跟宗教有关的活动呢 都是阿拉伯化 要取缔阿拉伯化 他实际上是在取缔这个宗教的一些特性 从语言上 比如说他说是这个双语教 双语教育当然对每个民族都有好处 语言越多越好 按土耳其人来讲的话 多一种语言就是多一等人 就是人的层次和这个 他的那个境界就会升高了 但是以中文为主的一种文化教育 实际上是在消灭当地的人 不管是在这个宪法还是在自治区法 都规定有个这个当地民族 他也可以用自己的语言 可以利用自己的语言 甚至这个上诉 上诉法庭 在法庭上也可以应用自己的语言 现在这个语言都已经不能被用了 而且在这个比如说像那个 从幼稚园开始 就开始这个汉化教育 用这种方式把他的语言文化消灭掉以后呢 对他的身份呢 就是一种变烈吧 就是烈化他的这个身份 让他没有 让他 变成一个没有身份的人 这种思想呢 实际上来源于中国的古代的思想 古代思想里面 比如说在最早的时候 在这个春秋左传里面就可以看到 他说荣迪才狼不可怨 而这个华夏的亲密不可怨 他用这种方式来 来这个 这个区隔内外 区隔你我 就是说 他是这个中原地带的 就是说天下是中央绑国 那么其他的人呢 那就是一敌了 实际上天下主义是包括全这个天下的人 没有去 不应该区分你我 但是他可以区分 所以他这个政治文化里面有这个层次 就是说被我组的要齐心利益 到目前为止还在用这种这个思想文化 就是这个政治文化还在影响中国的这个政策 而且目前的中共方面又提出来 什么新天下主义 实际上也是这个 大家都要跟我一样 像那个唐朝的那个诗人 他曾经就说就是入中国的呢 就是中国人 没有入中国的呢 就是不是中国人 所谓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你要是被我们同化了以后呢 你才是我们的人 你要是没有被同化的话 你就是他的人 比如说有好多词汇啊 比如说教化 同化 开化 规化 顺化 怀化 木化 风化 礼化 德化 这些化全是要变成中国人的意思 比如说像过去乌龙齐的名称叫敌化 所谓的敌化就是启迪这个教化的意思 就要让你变成这个中国人 这种思想一直影响到目前的现在的状况 而且中共现在提倡乳教 新乳教 乳教的内涵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思想呢 就是说中国建立的这个国家呢 现在目前中共建立的这个国家呢 它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民族国家 它是一个按这个政治学者 那个白露雄啊 他的话来说呢 中国是什么的一个国家呢 是一个文化 却假装是一个国家 而且是一个古贵 什么意思呢 就说这个从松中山到这个蒋介石到毛泽东 他们都是想建立这个中华民族 都是建立汉族人的国家 但是呢 同时又继承了这个清朝的土地和这个民族 按道理来讲呢 他们建立应该是这个中国本部的这个国家 不应该包括满洲 蒙古 东突和西藏 但是他要继承 用一个法律形式把它继承一下 到目前为止呢 它是伪装成一个民族国家的一个帝国 所以大家说它是一个文化 或者说它是一个文明 当然了这个东夫的这个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地缘这个地位太重要 不管是从地缘政治也好 还有从它的这个地缘文化角度 国土资源 还有一些这个跟这个目前的新四周之路 这个政策都有关系 也就是说 比如说从这个地缘这个政治角度来看呢 它跟八个国家有这个凝聚关系 中国有二十多个凝聚 但是东突就包括了八个 所以它地缘这个政治呢 非常复杂 所以这个地区呢 必须控制在这个中共的这个 所谓的安全之下 比如说它的那个地缘文化来看 除了这个政治统治之外呢 它的历史文化宗教民主人种 都跟中亚是一个整体 跟这个伊斯兰世界和这个 土决世界是一个整体 它跟中国不是一个整体 所以这也是这个中共担心的一个部分 还有它本地的这个国土 这个资源方面 比如说从这个 许多 比如说像这个 生产这个原子弹的优物 这个资源也好 还有它的能源也好 包括今天这个棉花也好 还有它的煤炭也好 还有这个黄金也好 都是在中国生产中处一的 所以这个资源它必须要拿到 所以在这个用一种 革命化的这个政策 这个门户就像一扇大门一样 这个门户就像一座桥一样 桥塌了门关了 那就很难这个出去 因为它向北向南都出不去 它只有向东和西来这发展 东部台湾如果要是没有被这个拿下来的话 它出来也不容易 东突如果拿不下来的话 它也出不了 所以这两个地区呢 影响中国的力量 那么有这么重要 这个重要性的这个东部呢 在现在的这个一带一路这个政策呢 也会直接影响到这个政策的 这个实施 完整的实施 如果一带一路这个政策实施不了的话 中国就成不了什么强国吧 2017年中共十九大的时候 习近平提出来这个三部这个强国战略 其中到2050年的时候呢 要是成为世界首居一指的国家 2035年呢 就要跟这个最最潜力的国家要平等 那么如果四周之路要是达不到目的的话 那么就说它就达不到这个强国的这个力量 所以这个东突的这个三个方面 就是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所以中共在这儿侵袭这些民族 消灭这些民族 所以它用这种原始的 非常这个不道德的方式在执行这个政策 所以它的这个民族国家呢 它不包容这个多元化 它强调的是同质化 就是质量的同质化 跟古代的那个思想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政在这个思想影响下 它所采取的政策呢 也刚才我提到的是一种迫害性 是一种同化性的 是一种种族灭绝式的一种政策 我就谈到这里吧 谢谢 这个我们其实这个现状要比这个给出来的这个解释 要严峻的多 不光是说它的同质化 共产党采取的同质化的方法 方式并不是说在文化上用渲染啊 用吸引你 然后或者比方说 像在萌内蒙古 南蒙古 很多时候是用经济上的这种方法 城市化 让这个离开草原 离开游牧的蒙古人 慢慢在一种经济的压力之下 成为汉化 跟汉人这个同质化的这样一种做法 但实际上在新疆 对于维吾尔人 他所采取的这个方法 这种同质化的努力呢 是残暴的 就是因为这个本来维吾尔人呢 就本来并不是一个 一个一个 文化上和国家认同各方面历史上 跟中原跟汉人呢 实在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心 而过去在碰到这种文化冲突的时候 无论是满清时代还是民国时代 汉人所采取的方法 都是用一种比较残暴的方法 那共产党只不过是变本加厉 谢谢阿尔根博士给我们所做的这个解释 那么来这个 他的背景啊 资源各方面 腾标 是一个来自中国内地的这个 知识分子 维权 人士 对于人的权利 人人平等 这样的一个概念 应该是过去这些年以来 一直与之奋斗 但是对于维吾尔议题 我们来听听腾标的高见 好 谢谢开西组织这个活动 谢谢各位 刚才 温尔开西说 我是汉人的代表 怎么说呢 那我 既是也不是 我是汉人代表 因为今天 对 其实不止一个汉人 好像何 对 何律师也是 那我是唯一的这个大陆 在大陆出生长大的汉人 那在新疆 这个东突的这个问题上 汉人的这个角色 实际上在整个中国 汉人既是一个受迫害者 但是在新疆的问题上 他同时也是一个施害者 一个一个这个共谋 帮凶的一部分 在某种意义上 那我不是汉人的代表 因为我接下来要讲的 发表的这些观点 在整个中国汉人 在甚至在汉人的知识界 异议人士这个圈子里边 都是少数 甚至是极少数 假如 假如有一多半的汉人 能够有我一样的类似的想法 那东苏基斯坦可能早就独立了 那在我 所以我也在这表给他 我在之前参加过很多 跟维吾尔人权有关的活动 我有时候也会表达一种歉意 作为这个汉人 对新疆维吾尔人 遭受的巨大的人道灾难 对汉人在里边扮演的 非常不光彩的 罪恶的角色 我表示这个道歉 我觉得就是汉人欠维吾尔人太多 那在我上大学之前 我91年上北大 在我上大学之前 实际上是被完全洗脑的 那大多数的中国年轻人 中国的学生 也是一样 都是被洗脑 尤其是让我们从农村和小县城 受教育的洗脑的 可能就更普遍更严重 那大概有这么几点 一点就是中国 它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中国的国家统一 是最重要的 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 比这个更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新疆 西藏 台湾等等 那这些都是中国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是绝对不可以分裂出去的 假如我上初中的时候 新疆要宣布独立 那我可能要报名参加军队的 去打仗的 那就是那种狂热 在初中高中都是那样子 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 官方宣传教科书之外的 其他的任何信息 甚至像九段线 南海的九段线 在我们的观念里边 那个九段线里边的海域 跟中国的湖北河南 这些省份是一样的 那就是绝对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容任何质疑的 这是还有一点 还有两点 这个就是我没有认同 但是在很多中国老百姓那里边 也是潜意识里边 有这样的看法 虽然不一定会表达出来 比如说对新疆人的这种歧视 这种steerotyping 说新疆人是小偷 或者小偷多等等 就像跟说河南人骗子多一样 这种地狱歧视 这个种族民族歧视 在很多人那里边是非常普遍的 还有一点就是把穆斯林说成是恐怖分子 不光是新疆的穆斯林 各地的全世界的穆斯林 在他们眼里就认为是恐怖分子多等等 那这后面这两点那我从来没有认可过 因为当这些东西在传播的时候 我已经就是在上大学 有足够的这个能力去抵御这些非常荒唐的想法 但是呢这个等到就是关于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 和中国的这个国家统一的这种最高价值 在上大学之后再逐渐的通过阅读 通过一些遇到一些有独立思想的人 逐渐才形成自己的这个独立思考能力 这个是很悲哀的事情 即使是这样在中国能够在大学研究生阶段 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的人也是不多的 那我的专业是法律 后来也接触了这个人权啊 宪政民主的一些理念 那对这个问题就有了这个理论层面的这个看法 这个关于关于人的基本权利 平等权利自由民主这些东西 那来看中国当下的问题的话 这个就是很显然就和当局所有的那些宣传 那些做法都是冲突的 而且也了解到这个东突厥斯坦 他的历史 他并不是自故意来自中国的一步 他曾经成为独立国家 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我自己所接受的理论 实际上更进一步 比很多人更进一步 有点激进的自觉主义 就是哪怕是湖北或者是长沙 想要独立 那也是完全可以的 或者是这个湖南独立了之后 长沙再想从湖南独立出来 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这个也是完全可以的 这当然题外话了 所以这种对很多中国的维权人士 异议人士 他们反对共产党的一党专制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国家民族的这个问题上 还是处在被洗脑 或者半洗脑的状态 觉得不能够接受新疆的独立 那我成为人权律师之后 我也就是做了很多方面的 这个人权方面的工作 包括为藏人辩护 为法轮功辩护 这些受迫害最深重的群体 那后来认识了伊利哈姆 然后呢在他的介绍下 我介入这个海莱提尼亚 这就是七五事件之后 被抓被判刑15年的 那个维吾尔记者海莱提 但是我们到了之后 我和另外两个人权律师 到了乌鲁木齐 想要见这个海莱提 首先要见他的前提 就要获得他家属的委托 签个字 我们就可以去看守所要求见 但是他家属非常非常的害怕 他并不是不信任我们 因为他他信任伊利哈姆 信任我们就是伊利哈姆 介绍的律师 但是呢他害怕当局的报复 有一个是在中学教书 所以如果他同意我们介入这个案件 他怕他的工作被被搞掉 我们现在就是代理过法轮功的案件 异议人士的案件等等 我们知道很多家属也都有这种害怕 但是那种恐惧 我们没有没有见过 就是后来也就没有正式的去介入这个案件 那我们就是逐渐 我个人逐渐的就意识到 维吾尔人包括藏人 所受到的压迫 远远比汉人更恐怖 更深重 那这个在很多中国维权人士那儿 也是有一种误解 因为他们把这个看作是一个政治体制 一党制之下 所有的群体都受到压迫 在他们的潜意识当中 各个族群都受到平等的压迫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然后再后来就是伊利哈姆被抓 被判刑 我和他是非常好的朋友 每次后来我搬到深圳之后 每次回北京都要跟他见面 都要常谈 他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种监控 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那他作为促进维吾尔人跟汉人的这种 和平交流沟通 促进相互的理解 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觉得他完全有资格 获诺贝尔和平奖 所以在他背叛无期徒刑之后 当然是非常非常痛苦 但是我在这个英国卫报 就发表了一个评论说 他得到的不应该是终身监禁 而是诺贝尔和平奖 那到美国之后 对这些问题想关注就更多了 在我就是授课的时候 也每次每一学期都要请 维吾尔的学者和人权活动家 来介绍维吾尔的情况 尤其新疆集中营之后 两年前我在自由亚洲电台 邀请我开专栏 我写的前三篇文章 全都是关于集中营的 我觉得这是21世纪迄今为止 最大的人权灾难 没有任何理由去回避 作为一个人权工作者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去回避 这样一个最大的人权灾难 在东突厥发生的事情 实际上已经是文化屠杀 甚至超出一个文化屠杀 它已经是一种自面意义上的那种屠杀 在集中营还有很多人受酷刑 很多人不明不白的死去 很多女性被强奸等等 这种做法是非常反人类的 所以我的一个评论文章 就是讲到中共在新疆实施的这些东西 实际上正是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 他打的这三个口号来 来把上百万人 几百万人关入集中营 实际上他的做法是非常极端 非常野蛮 也是导致分裂主义思想的罪魁祸首 那最后一点呢 我想要说的就是 中共在新疆想要达到的目的 就是彻底清除这种 这种就是身份认同 包括民族 种族 宗教 文化 习惯 语言等等 要清除 清除 维吾尔人和 和这个其他民族的 认同 就是身份认同 因为中共从政治上来说 它最大的目标 最高的目标 就是维持一党制 那为了维持一党制 它就要 要在全国实施一种 高度的监控 一个控制体系 我管它叫 就是这几年 开始兴起的一种 叫高科技极权主义 它结合了 毛泽东斯大林市的 传统的极权手段 加上现代的互联网 DNA 大数据等等 所有这些 人工智能 所有这些高科技 被中共用来加强 它的全面监控 那这种高科技极权体制 是史无前例的 在斯大林 或者在朝鲜 金家王朝 都没有实现过的 那在东处基斯坦 因为它担心 这种分离主义 担心社会的不稳定 所以它实际上 一直在控制中 像凯西讲到 在共产党统治中国之前 汉人在那里边的做法 都是非常野蛮的 但中共就更加变本加厉 但到了习近平上台之后 这种做法就更加恐怖 它就是要 为了达到它 维持占领那块土地的目的 它要做到的 就是福利抽薪 让人们失去对本民族的记忆和认同 连最基本的语言 宗教 文化习惯等等 都要逐步的清除 这个前景应该说是极其可怕的 同时呢 它也煽动民族主义思想 这又回到开始 它用这一种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 国家统一这一套话语 来给全国人洗脑 那在这么大的人权灾难 一方面大多数的中国人不了解 因为信息的严格控制 另外一点呢 就是了解 即使了解到的新疆的情况 那也是觉得这是应该 有很多人汉人 很多人觉得这是应该的 这个是为了 为了这个社会稳定 包括我认识一些住在 住在这个克拉玛伊的一些亲戚 他们是汉人 他们说这个现在上街 安全啦 什么现在这个这种做法 是必要的等等 这种非常邪恶的想法 却又是有一定的代表性 比较普遍 我觉得 我觉得 当然这我们一会儿可以讨论 如何去应对 但是现状和近期的前景 是非常黑暗 非常恐怖的 只有全世界有良知的人 有正义感的人 联合起来 更加倍的努力 才有可能去扭转这样的局面 好 谢谢 谢谢腾标 这个作为维吾人吧 我相信对于你刚刚所表达的 以汉人的身份 所表达的这种歉意呢 我感到非常高兴 那但同时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我跟腾标 我们都一样都是属于中国的异议分子 也可以在这边跟大家报告 就是抱持类似跟腾标类似想法的朋友 其实在民运 在民主运动 在维权人士之中 其实是越来越多 这个也是一个 但当然 总体比例来讲的话 还是像腾标所讲的极少数 那么我们民运圈里面 有一个说法 就是比方说维吾尔的恐怖攻击等等 这样的 包括讲到之前的这个昆明火车站事件等等 以前有听过这样的声音 就是一起反共就好了 但不能不要把这个 这是一个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对抗 并不是民族之间的对抗 民族之间的对抗 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没有人想要 没有人想要民族之间的对抗 但实际上 在新疆维吾尔所面对的 绝对是民族压迫 这一点毋庸置疑 就是它并不光是来自共产党 这个统治集团的压迫 在新疆的 差不多现在 人数已经超越了维吾尔人 这么多人 过去的这几十年以来 移民进来这样的 几百万的这样的汉人 是跟政府站在 是跟共产党残暴的 专制政权是站在一起的 所以维吾尔人感受到 并不会感受到说 这个只是针对共产党 不要针对汉人 甚至当所有的 这个在新疆的汉人 都自动的跟政府 站在一边的时候 在维吾尔人眼中 没有什么无辜的汉人 所以如果要讲说 维吾尔是恐怖啊 等等这个 刚同彪提到的 这个恐怖主义啊 等等用这样的标签 但实际上真正的 如果我们定义一下 什么是恐怖主义 那不就是 无差别 这个残害 以达到恐 达到希望 以恐怖恐惧 这样的目标目的 如果这个是定义的话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过去这些年以来 一直在做 只不过维吾尔人呢 用各种各样的手段 想要用和平的 用对话这种方法 想要捍卫防卫 已经找不到办法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昆明事件 其实不是恐怖攻击 昆明事件 应该被当做是 可以理解的一种 绝望之下的自杀 这些人是在自杀 所以在自杀的时候 在他们眼中 并不无辜的敌人 如果我们可以 带他们一起走 这个是符合 我并不赞同 但我想这是一个 符合基本人性的 那么这个回答 一下腾飘的这个说法 然后好的 你不是真正的 汉人的代表 不过我们今天 下一位要讲的是 一位汉学家 那么在这个汉学家里边 他其实 马力是研究 这个中国问题的 并不是只是 研究汉人 连这个起的 这个汉学家 这个名字 我想都应该是一个 将来要 可以考虑纠正的 我们欢迎马力 谢谢 谢谢你 我开心 我也不是一个真正的 汉学家 可以说是真正的 中国人权专家吧 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 昆明火车站的问题 我们一直到现在 不太清楚 究竟是新疆人吗 还是是其他的人 我以后一直没找到证据 所以如果你能保证 那个时候是新疆人做的 我想问你 你有这种证据吗 因为有一段时间 有的人说 可能是一族做的 而不是微族人做的 抱歉我也没有证据 但当然 这是个好问题 我应该 我刚刚所发表的那番 关于昆明火车站事件的立场 是假设 这个是微族人做的 OK OK 就是这个假设 是个假设 对 就这样而已 我应该说 这就是微族人做的 对了 我也想说 那个藤彪刚才说 他跟其他的中国人的观点 可能是不一致 我可以加一层 这是真正的 藤彪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律师 也是非常不一般的中国人 因为十年前反对私行 比方说的中国人并不多 他是差不多第一个 可能不是第一个 但是可能五个人之一 开始组织一个研究会 然后开始组织一个 非政府组织 想反对私行 那个时候 我也在研究这个私行问题 我发现 如果微族人和韩人的数字 是一样的 被判私行的 超过韩人十倍 什么时候把一个韩人杀死 会杀十个微族人 所以这个不公平的待遇 在这方面也是非常的明显 现在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数字我 所以我们不太清楚 但是当年是比较明显 反正 反正 彭彪的观点跟别的中国人 一直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没有代表性 他只代表自己 但是他代表 我觉得代表的最优秀的 中国人的思想 希望他可以继续 继续发展 当时他离开中国的时候 我是非常难过 因为我跟我的法国朋友 一直说 如果有一天 中国民族化 他就是法律部长 如果他是法律部长 中国有希望 那现在这个希望 好像还是比较遥远 但是谁知道 有一天可能还会发生 现在我们也必须记住 我们喜欢和尊敬的 伊利亚姆特蒂 这个没有罪 背叛武器徒刑的知识分子 伊利亚姆特蒂 我见过一次 他到法国来过一次 我就有机会跟他吃午饭 他给我留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因为第一 他讲中文 讲得非常流利 而且非常活跃 他有很多话要说 没有很多时间 所以说了一大堆 他当时也有一种愤怒 他觉得这个是2012年的事情 他认为这个韩人 对维族人的态度 是非常不公平 他说不了 他也敢说 所以我有一点吃惊 我跟他说 你说的那么直接 你说的这么激烈 对你没有什么危险吗 你不怕中共会抓你 或者会判你 他说 我不在外边说这些话 我是对你说这些话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 因为他就是第一次跟我见面 我也是一个外国人 他说 我上网看你是谁 我就知道你 他有这种非常直接 有一些签证的做法 他相信什么 他研究过 他了解过 他就说 这个让我非常喜欢他 因为他不假 说什么就想什么 而且很直接 这个是一个不一般的人 也是一个不一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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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对中共说 这方面他们是非常聪明 因为如果在新疆会有一个非常优秀的领导人 那就是他 为什么 第一 他研究过各种各样的东西 他跑过很多地方 他去过卡萨克斯坦 乌斯贝基斯坦 他做了很多比较 他看了 如果哪里有什么不同的民族 这个政府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然后做这些比较之后 他回到中国去 组织这个WeGoBiz 他的这个网络 在这个网络上 给其他的中国人和维族人解释 我们几个民族怎么能一起生活 别的国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他也去过美国 美国也有几个民族 对不对 有很多民族 去了法国 去了很多地方 看一看 不同的民族怎么生活在一起 我估计我不知道其他的维族人 有没有做过那么深刻的研究 在这方面 反正我没听说过 可能有 我没听说过 所以我发现这些现象 这些都是他被抓之后 我才知道了 我对他就更尊敬 所以我当然说的 开玩笑说共产党是聪明 但是可以说共产党做过 他自己该做的研究 他最怕就是有一个优秀的中国人出来 或者是韩人 或者是维族人 或者是西藏人 一个优秀的住在中国的人出来 他肯定会得到很多很多中国人的主义 然后很多中国人的尊敬 第二个例子当然是刘晓波 刘晓波也是一个很优秀的知识分子 有非常强的道德感 对刘晓波的责任感情是非常深刻 而且他一直没忘记 一直想让大家记住 这个可怕的时候 就是刘晓波的大屠杀 这种人是不多 所以那次中共也是比较聪明 把他判11年 不让他从监狱出来 但是更可怕就是连死亡之后 也继续把它消灭掉 连骨灰都没有了 都全部分散在海里 所以我们在巴黎很高兴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有刘晓波的一个纪念的调课 是王克平创造的 所以现在法国人和其他的人可以到那儿去 也可以记住这个刘晓波的存在 但是我们的伊拉蒙托蒂 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记住 因为现在什么消息都没有 从2017年一点消息都没有 去年2019年 他的女儿 女儿到斯特拉斯巴拉来拿 拿他的伊拉蒙托蒂的撒哈罗夫奖 那个时候他说了 我希望我的父亲还活着 但是我不知道 活着 没活着 我不知道 这种话真的是很可怕 那个伊拉蒙托蒂的女儿是一个很不得了 很勇敢的女儿 她在我们大家面前说这句话 她也没有掉眼泪 我非常佩服她 但是这个事实是 这些人中共就要消灭他们 消灭他们也是在大家的记忆里 不让它存在 但是伊拉蒙托蒂这个人的存在 在我们欧洲 也是慢慢的参诚的 我记得伊拉蒙托蒂被抓的时候 2014年 好像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人的名字 所以我们2015年开始到欧洲议会 欧盟那儿去开始做这个 就是说服这些议会会员注意她 当年没有一个议会会员知道她的名字 我们就慢慢的走走走 一直到2019年 她得到了这个萨哈罗夫奖 这其实是一个不容易的工作 但是我们在这方面 我们是几个人 包括当然安德尔蒋 我们是很努力地 培养这个了解和概念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还没听说过 有那种集中营在新疆 所以新疆的状况 北西方人还没了解到 现在新疆变成了一个全世界 不可能否定的事情 没有一个国家不知道现在正在发生 所以发生在法国 起码在法国 但是我估计在别的国家也是这样 变成了一个新的现象 这个跟第二次世界战争的 那个拿穴的小灭鹰的现象一样 有那些搞否定主义的人 就是否认这个事实是存在的 我给你们一个例子 我不认识她 但是我跟她通过电话 是一个法国律师 她起码每两个星期 会给我寄一些文章 说明我们正在说的都是假的 没有那么多人被判 没有那么多人在这些集中营 我们哪知道这么多 我本人去过新疆 我看过新疆人非常高兴 非常愉快等等等等 这种话 感谢上帝这种人不多 但是这种人存在 而且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很多人都不愿意相信 新疆会那么可怕 不愿意相信这个 纳穴世纪的犹太人的消灭 会重新在二十一世纪发生 所以他们很愿意听这些 就是搞否定主义 我们说否定主义 搞这种否定实事的人的话 这个在这儿在法国是一个危险 我们必须注意 然后每次给他们足够的证据 而且给他们很安静的回答 这个是一个 这属于我们该做的工作 但是是一个很不愉快的工作 可以说 我还想说 在西方 没有很多人 愿意继续听这种故事 因为现在我们都面临传人兵 我们都不能自由的去旅游等等 你再加上这种故事 人家说我们受不了 我们只是不愿意听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 我也想问你们大家 我们怎么继续为了 伊利哈姆特特地 继续奋斗给他得到 现在跟东贝尔讲 因为我们看西方人 愿意给 去年 不今年 2020年 他们给这个奖 就是给一个伟大的世界的 非政府组织 反对恶死的这种机构 给他这个奖 给这种奖 没有政治危险 大家都支持 反对饥饿 是应该做的事情 这个是毫无问题 而且也不会得罪中国 现在 必须得罪中国 因为现在德国 不光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 是一个法西斯级权主义国家 为什么是法西斯 因为现在他们判 因为他们属于 因为他们属于 这个民族 这就是法西斯 不是因为这个人是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要判是正常的 但是判一个 因为是魏族人 这个是法西斯主义 所以现在我们必须大家非常清楚地说 这个不光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 也是一个法西斯国家 所以他对全世界的危险 是越来越大 我们必须暴露这个事实 而且就是非常用力地 随时有机会 随时都得说这句话 他们这样惩罚 Illham Torti的做法 也说明这个问题 我就想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玛丽 谢谢 感谢 下边我想邀请这个 对不起 有点咳嗽 大家这个天气变化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 尤其是现在咳嗽会把旁边人吓到这样 这个 我们先请这个达瓦来 藏人来帮我们来讲一讲 这个 你过去这些年以这一藏人的身份所看到 无论是为汉还是整个这种世界对中国的看法 大家好 那么 我觉得其实 今天我们大家在这分析的时候 很多时候可能比如说像阿尔康刚刚谈到很多的时候 他都是用中国的一些概念 在谈很多问题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会 因为从我们西藏人的角度来讲 我们就会觉得 就可能会就会让你走不出这个圈子 因为有些事情 就像玛丽刚刚谈的 就是说很多维吾尔人被抓 不是因为他是恐怖主义 而是因为他是维吾尔人 像类似这个一样 就是必须要强调他的事情是哪里 比如说 中国政府会讲调说为了国家的统一 但是为了国家的统一 国家已经被统一 已经被他占领 不管你是用占领的方式 用军事占领的方式 或者用什么方式 国家是统一的 他跟国家统一 跟这些民族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 民族宗教信仰 没有关系的 就像维吾尔人被抓 跟恐怖主义没有关系一样 他总是把他连接在一起 但是不是同样的 同样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 藤彪也谈到的 比如说很多的民运 或者说很多人都会强调说 我们先反共 反共是一样的 其实这样的事情 西藏以前也出现过 1959年西藏人反抗 反抗失败 跑到印度的时候 当时的蒋介石 就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 告西藏同胞说 那里面他就把西藏的 抵抗运动跟反共 跟中国的国共内战 反共连接在一起 就说这是在西藏的反共运动 那个时候西藏人就非常清楚 表明说我们不是反共 共产党是中国 他自己的人民 他们自己选择 或者是怎么回事 但是中国的事情 西藏人不是为了反对中国的意识形态 或者中国的共产党 我们反对的是中国的入侵 我们是为了自己国家和民主的自由而战斗 不是为了反共 我们跟国民党和国共内战没有任何关系 就像这个一样 有时候你一定要把一些问题的核心说清楚 就说中国政府在维吾尔 在西藏或者在那些地方的所作所为 它推行的是一个民族灭绝的政策 和国家统一是没有关系的 同样的比如说像那个把西藏的国教要中国化 维吾尔的穆斯林要中国化 以及再造出一个说维吾尔的穆斯林正在被阿拉伯化 这些概念它就是 维吾尔那个穆斯林本来就是从阿拉伯来的 它不存在阿拉伯化的问题 它本来就是阿拉伯的文明传过来的 所以中国会创造很多这样一些概念 来让你在一些问题的真正的核心消失在这些概念的后面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政府 比如说像刚刚我就听到 我觉得有些就是比如说那阿拉伯 谈到新疆的地利位置怎么怎么的重要 因为重要所以中国政府就在西藏 在新疆推行的同化政策 种族灭绝 迫害等等等等等等 但是这前面那个其实不成为理由 如果新疆的地位不重要 中国政府就不会推行吗 它的推行根本跟那个地位或者地利位置 或者说它的战略位置重要与否没有关系 它就是要消灭维吾尔民族 而这样的民族 消灭这样民族的政策跟中国政府过去的几十几年里面 我经常看到比如说马荣 周伟群 胡万刚 胡全国等等 他们所提倡的所谓的第二代民族政策是直接有关的 你如果去看第二代民族 所谓的民族政策 它其实就是要把民族这个东西消灭掉的这样一个政策 这个政策中国政府现在是在推行 对 你就直接去问那个核心 而不要再给它找一个好像是一个理由 中国会推出各种各样不同的观念 表邦或者说 但是它跟实际的差异是非常大的 就像刚刚马列亚参道的伊利哈姆 它对问题的研究非常深刻 对 确实这样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之前我们也曾经跟他们 其实当我们说我们不要忘记伊利哈姆 其实我们也知道曾经在新疆 滕彪应该知道 在香港我们曾经有过一些会议的时候 伊利哈姆的四个学生来 跟西藏 跟维谦旅士大家有谈过 那些回去现在也消失了 所以说像这些东西都不能忘 而且伊利哈姆其实它做了什么 它其实就是为维吾尔人说一些话 它说的那些话 所谓的维吾尔民族主义的那些话 相对再看看中国的民族主义 为中国说的话的话 它这个真的是微不足道 但是它被判无期独行 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 在中国的宪法里面 它规定说要反对大汉族主义 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但是到现在为止 中华人民共和宪法颁布到成立到现在 没有一个汉人 因为大汉族主要被逮捕 但是有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人 西藏人 蒙古人 因为所谓的地方民族主义或者给他摞治其他的罪名 而被抓捕或被杀死 或者弄得家破人亡 所以说这些问题的核心 它从头到尾 它其实都不是由于反共与否 或者共产党 或者不是国家统一 也不是其他的什么中国化那些问题 它的唯一的问题的核心 就是要消灭维吾尔人 蒙古人 西藏人的文化 消灭他们的宗教 然后把他们同化成汉人 同化的目的 同化的方式其实就是温和的 或者说如果是仅仅是真正的同化 它是温和的民族灭局 但是它为了用同化的这样名称 其实它采取的现在是最残暴的 其实就是那个什么法西斯式的 把维吾尔人或者其实西藏人 也有很多抓起来 但是维吾尔人表现得更加的强烈 所以说在这些问题的表述的时候 西藏人也一样 维吾尔人要我们一定要避免陷入到 某一些概念的全套里面 让问题的核心消失掉 然后变成是再为中共的这个理由成立 不成立 它的一些概念是不是对不错 因为这些概念 它中国随时都可以造出一对的概念 今天你证明它的这个概念是错的 明天它马上造出一个新的概念 它给你无限制的给你造出来 无限制的被驳持 所以说直接点出它的问题的核心 它就是消灭 就是民族灭绝这样一个问题的核心 这些点出来我认为是非常的重要 另外一个是当我们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忽略 或者说觉得历史的方面讨论起来好像又有点 是不是扯太多了会断 但是我觉得对中国或者他们来说 这个时候觉得事情很大 就是事情还多 干嘛要扯这么多 但是西藏人从维吾尔的角度来讲 我们一定要不断地不断地强调我们的历史 不断地强调我们的过去 不断地强调我们曾经有过的这些辉煌 这些东西不应该因为别人可能会厌烦 别人可能不愿意听 而因此自己就把自己给控制住 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强调这些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真正的一个根源 就像新疆新的疆土 新的疆土是怎么来的 是打出来的 类似这些一样 像这些讨论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不知道要怎么讲 就是说有些问题 比如说刚刚他们调谈到民主自觉 民主自觉在联合国的那里面 它是一个赋予的权利 但它的权利它在前面提到是殖民地 赋予殖民地人民的这个民主自觉 那如果你避免它 或者说因为可能大家不愿意听 或者说不清楚 因此避免它自己的历史 那你就自己的历史 你就定位 你就可能会不清楚 因为这个不清楚 后面就会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说作为维吾尔人 作为西藏人 我认为我们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民族的历史过去 都要反复地不断地去强调 不去提到 就像伊利哈姆他其实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据我所知 这些东西跟那个民族 反对民族团结啊 或者说是国家统一没有关系 它是无关的 它就是维吾尔 维吾尔本身它就是它有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历史 这个历史事实存在 已经过去了 你就把它 不过是呈现是所以 就像西藏也是 大家都知道 达尔老妈主张 中间道路 中间道路 所以说我们都知道不寻求独立 但是大家很多时候常常忽略一个 达尔老妈或西藏人的不寻求独立 他讲的是 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未来我们不寻求独立 如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宪法 框架方面的民族制度实现 它这些都是有一些 它自己的一些叙述 所以说维吾尔 我们看出来 现在就像马里所说的那样 他会讨论的 或者写的东西很多 其实相对于整个维吾尔民族 和维吾尔的需求来讲 我认为他写的还是不够 还是很少 所以维吾尔在这些方面 表述或叙述自己的历史 叙述自己的过去 叙述问题的真实 在这些方面我认为 有很多需要知识分子去努力的空间 我认为这点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问题不可能 短期内可能得不到解决 就像我们西藏1959年流亡 一直到现在 其实很多问题 我们西藏人到现在 我们的很多的历史 我们很多的事实 也还是被扭曲 还是被歪曲 还是被丑化 我们都做不到 我们就像O2K的时候 我们有个打量喇嘛 因此西藏人团结 我们有个流亡者 我们都做不到的时候 那维吾尔人的 他的 前面所面临的 这样一个困难 或者是就更大更多 但是你们的责任也就当然更重 但是你如果不去做 就不会有人去做 在这些方面 我认为维吾尔人 把他这个虚数清楚 然后让他维吾尔的自由运动也好 斗争也好 这个维吾尔能够长距地延续下去 让这种延续变得更加的有力 不能害怕困难 不能害怕阻力 必须要去做 我认为这点非常重要 我就想谈这么多 解答我这个发言 但是我们 下面本来想要请 台湾东突厥斯坦协会的 何朝栋律师 他的理事长 何朝栋律师 但是他这边出现了一些 技术方面的问题 我刚刚一直在 试图帮他解决 那他也许随时会回来 但是我们先继续进行 那么达瓦刚刚讲的这番话里面 其实给我的启发很大 就是我们不能够 再跟共产党的这个对话 或者说再跟中国人民 或者说跟汉人的对话的时候 你要首先对于 就是共产党过去的narrative 对于共产党过去的这些这种 这些说法 一些过去的一些说法 你不能跟着他走 你要反过来说 你要马上把它停止下来说 等一下 你说的是完全不对的 这跟事实是完全不符合的 那么而且这也不是我们所关心的 就像这个共产党 在讲到民族问题的时候 常常喜欢讲一句话就是说 那这个地方战略地位重要 岂有此理 战略地位重要 难道你就变成是可以合理的 就是你占领的 这一个道理吗 但是他说如果不占领 就会对我们有危险 这个也是 其实这是谎言嘛 这个这是 没有这么一回事 就是说实际上是你占领 无论是新疆还是西藏 才导致这个地方的人民对你的 的厌恶和愤怒 等于说无形之中 如果我们将来脱离中国 能够独立出去的话 是一个 是一个的确是一个 离开他的 甚至可能是一个不够友善的一个 一个国家 毕竟是我们离开了 但如果这个 这个始作用者是你自己啊 但除了这个之外 你不能够说 我们如果新疆西藏独立了 对我国有危险 为什么有危险印度要 要侵犯中国吗 还是哈萨克 还是俄罗斯 所以要新疆这块土地 来帮我们挡在那里 难道是这个意思吗 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 那你完全没有任何 对比方说这个土地和这块 这里的人民的任何 基本的尊重 那没有基本的尊重 这件事情本身 本身就给了所有的 无论是新疆西藏 这个追求寻求独立的一个 最大的合理性的基础 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 开始沟通的时候 就像我们这个话题 讲现状沟通和展望 沟通的时候 把不要跟着共产党的说法走 反而要对于他的说法 要给予充分的否定 就像也许当初 藏人如果没有断然的 对蒋介石的热情洋溢的讲话 如果没有否定的话 到之后可能还会变成一个 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 虽然即使藏人 可能都不把他当回事 没有把蒋介石的话当回事 但也没有驳斥的话 到最后的结果 会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复杂 说不定 所以驳斥也变得很重要 可不可以请Edgine博士再来 你一开始讲 所以我们现在听完了这些以后 看你有什么意见 再听听你的意见 谢谢了 好的 我也回应一下这个 大亚才人先生的这个说法 我是搞学术的 不是搞这个 我不是活动人士 活动人士强调对和错 但是我们学术要强调 为什么是这样 当我们把为什么要了解透以后 我们才能采取政策和策略 搞学术就是这样 一定要把原因搞清楚 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做 并不认同中国做的就是对的 不是这个意思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才能 我们才能了解到 怎么样才能对付 所以这个500年来西方 如果能崛起的话 其中的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对学术的宗众 所以才有学术这个问题 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 比如说大一统 经常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统一了西藏 统一了新疆 统一了什么什么 你为什么要统一 你凭什么统一 你统一这个 这个东都的这个权力 来自于哪里 你的那个权力根源来自于哪里 你凭什么 没有凭据啊 中国人就强调统一 大家都不了解统一是什么意思 只要说统一就是正确的 哪里来的 为什么要有这种思想 那么你就要了解中国的 古代的学术思想 过去古代的他的想法就是 天 天神给他这个权力 现在共产党不信天 那么权力来自于哪里 中共的合法化 所谓的那个法是天法 不是我们所了解的什么宪法呀什么 合了天法以后才 他的那个政权才是合法 现在把天的概念取消了 所以没有神的概念 所以共产党就说 我的权力来自于历史使命 和这个人民的支持 哪一个人民在支持你 你要做学术才能搞清楚 还有另外就是说历史使命 是哪个历史给了你的这个使命 是明朝还是清朝 做学术一定要把这个搞清楚 搞清楚了以后 我们才能提出来 你的这个政权不是合法化 你的那个权力资源 太缺乏这个真实性 这样我们才能搞清楚 这就是学术 比如说刚才我说了一大堆就是 中国为什么要这个 中国采取这样的一个残暴的行为 就是因为刚才的这个国家的 这个利益问题 就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一个特性 你看一看所有的民主国家 里面的这个宪法的最初的那一条 都是要保护这个 这个国祖国家或者民主国家的利益 首先一个利益就是安全 刚才这个不管是西藏也好 东都也好 文物也好 他在这个还有满洲也好 他对中国的本部中国 是有这个安全意义 失去了这些屏障以后呢 你就这个中国本部就很很难保证 当时这个左宗棠在这个 这个占领东突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就说了那么一句话 所以重视 所以重视新疆就是为了蒙古 保蒙古 为了保蒙古就是为了保金师 如果要是保保不了的话 金师没有一夜可睡的那一夜了 所以好多人这个李鸿庄他们都在反对的时候呢 就他这一句话在这个就获得自喜的赞典 所以这个国家在国家的要了解国家行为的时候 一定要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 比如说我在土耳其在这个智库干了二十多年 主要是研究中国了 搞战略研究一定要了解国家的利益所在 因为国家的行为就是靠利益来做 如果我们不了解原因的话 就得不到结果 得不到结果的话 那么就不可能有这个采取措施的方式 就是策略就不可能出现了 比如说 刚才大家也或多或少提到 就是说这个中共 中共在这个东突实行的政策是个原因 被占领是一个原因 并不是当地人采取了反抗以后的 这个结果是原因 中共一直把这个结果当作原因 来这个给世界再解释 实际上它被占领 被同化被殖民 然后采取一些这个扩害性的这些政策 以后才出现的这个结果 当我们在学术上把这个搞清楚以后呢 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对付 所以这个搞活动 这个人权活动也好 政治活动也好 活动家他们的这个方式是不一样的 搞学术的方式又是不一样 各行各业都有它自己的这个方法论 有些这个学术它之间的方法 也不是同样的 比如说历史 历史这个部分 最主要的就是要把原因搞清楚 然后从原因到结果 这个过程要搞清楚 而这个过程中呢 有多少因素造成了影响 就是给这个过程造成了影响 有多少因素都要找出来 然后才知道 因为这个原因 还有许多这个因素 才造成了这个结果 既然这个这个逻辑要是搞清楚了以后呢 搞这个战略研究 就是对未来的研究 也就有这个一种逻辑 今天我们做什么 才能达到明天的那个结果 当你了解这个逻辑以后呢 你才能做这个战略研究 才能在智库工作 所以我想在这稍微解释一下 刚才我提到这个 还提到一个大一统跟大一统一样的 还有一个概念 就是天下概念 这个天下概念呢 它是一种想象中的一种权利 就是说天给了他的这个权利 他呢就成为天子 这个想象的权利呢 他就有这个权利去征服别的国家 只要跟他的政治经济安全 各方面的利益有关的地方 他都要占 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像这个1945年8月15日 在莫斯科来看是8月14日 当时蒋介石给那个外交部长王世杰 打了一份报告 就是说如果要是新疆的主权和这个 东北的主权 晚舟的主权 能归还我国的话 把外门就可以让出去 当这个电报发完了以后 这个 这个签字也签完了以后呢 蒋介石 或者说这个蒋介石政府就把这份报告 被电报呢就藏起来 把所有的罪状呢都怪在这个王世杰身上 王世杰死的时候就是背着这一身 被这个妖魔化的这种现象 以后才在台湾死去 也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蒋介石他可以拿这个 拿这个东托这个利益 换去这个就是可以的这个 把外蒙古可以送出去 也就是说东托的利益要比外蒙古还要转 这种这个例子举的太多了 国家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比如说西藏 今天中共想把西藏内地化 所谓的内地化就是他不是边疆了 为什么这样讲呢 他要跟尼泊尔要加强关系 从尼泊尔呢一直延伸到这个孟加拉湾 孟加拉湾才是他的边疆地区 而且这个西藏如果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话 那么就是说南藏吧 就是说这个印度这一块 过去的这个图伯王国的土地呢 也就是中国 所以他要利用这个东西 他当把这个界限 国家利益延伸到 他在崛起的时候 他要把这个利益要延伸到更远的地方 比如说东突 东突也要成为这个内地化 他要把他的那个边疆呢 一直要延伸到这个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的瓜达港才是他的边界 所以他国家的利益促使他要这样做 但我们不了解这个原因的话 就很难这个采取这个对抗的方式 比如说过一段时间 可能美国或者西方国家 跟这个尼泊尔加强关系 跟他加强关系 肯定是抵制这个 中共的这个扩张了 明后天还有这个 从这个喜马拉雅山 进到这个印度境内 然后到这个孟加拉这一块 这个河流吧 现在他要修霸 印度人非常不高兴 将来可能也会用一种方式来阻止他 也就是说我们不了解这个情况的话 就很难对付这个中共 中共的国家行为呢 这个国主国家行为都是一样 每个国家都要保证他的 国家的政权的政治体系的延伸 比如说在这个东突问题上 他要不消灭这些 不管是维尤尔 比如说是另外一个民族 在东突生活 也要消灭他 因为他需要的是那个领土 这个领土才能保证他的安全 从地理上你们可以看到 北边有那个奥亥山 正西呢 它有那个帕米尔 还有南部呢 走向这个喜马拉雅山这一块呢 又有一座山 这些山呢形成一种 一个自然的一个防卫屏障 这个自然的防卫屏障呢 正是保护中原的一块 所以如果东突有一个权力出现的时候呢 这个中原呢就受到这个安全离胁 这在历史上的例子太多了 好多这个什么 从明朝到清朝 好多例子我都可以取出来 因为它太重要了 所以我们要讲 这个他的战略地位 因为这个战略地位 他才这样做 当然不一定是维吾尔人嘛 别的民族的话 他也要消灭 所以了解中共的这种 做法以后呢 思想以后呢 这个原因以后呢 这个才能找到这个正确的一种 对抗方式 要不然的话 就找不到对抗的方式 所以这个 找不到这个正确的一个结果 但是呢 每个国家针对他的 国家安全的利益的时候呢 都采取不同的方式 刚才我提到就是 中共采取的方式 是比较原始 和比较那个 残暴 可以利用别的方式也可以解决 西方也有好多这个 这方面的例子 美国也是一个例子 澳大利亚也是一个例子 都可以这个寻求 如果对中国历史 比较了解的人呢 会这样看 就是说有一段时间 他用这种方式 这个统治 后来发现这种方式 造成了好多这个后果 结果呢 到另外一个朝代呢 他就换一种方式 换的那种方式 还是出现问题 后来又找了一个新的方式 又出现问题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方式 终究会出现另外一种结果 比如说这个 秦始皇的清朝 他采取了变化 他采取变化以后呢 崛起 崛起了以后呢 统一六国 统一了六国以后 他还用过去的那个变化 统治秦朝 结果呢 没有达到目标 而后来形成的汉朝呢 他认为秦朝呢 用了这种方式是不对的 所以造成了这种后果 所以呢我们赶快改变这个策略 改这个道教 信仰道教的思想 但是呢道教三代四代皇帝呢 实行这个道教 结果呢被匈奴打的一堂 到了这个公元前140年 汉武帝执政了以后呢 他才采取这个儒教 儒教是保证这个极权政权的一个 国家这个意识形态 他是保证这个政权的一个意识形态 所以呢中国政权都非常喜欢用这个儒教 来统治这个中国 而儒教思想里面刚才我提到就是有那个你我之分的这种关系 不是你活着就是我要活 比如说中国在中文里面 你们可以听到这样一个词 你死我活 你不死我怎么能活呀 这就是斗争 所以敢以天斗以地斗等等 是 这就是一个我们现在维吾尔好像也面临一个这样的一个你死我活的状态 那如何 这是共产党把我们逼到了这里 这是他们的一个大中原的这样的一种思想 谢谢你的这个 深厚的学养给我们的这样的分析 那很可惜这个何律师 我们台湾的东图杰斯坦的这个 协会的理事长 他那边出了一点技术性的问题 那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请他回来 下一次同样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个活动 今天的这个话题 就Oilber Issue这个话题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webinar上面写的是 这是第一步 我们会下面也许用维吾尔语 也许用英语 然后但肯定还会有很其他的机会 用这个汉语 用中文 毕竟我们是要用沟通的 所以用这样的方法呢 来继续这些对话 我想对话 才用对话来取代对抗 这个也是伊利汉姆土和提教授 一直所坚持的想法 他现在深陷淋雨的时候 伊利汉姆土和提教授 国际倡议机构将会继续坚持着 他开启的这个对话 那么 各位还有没有什么要表达 这样子 否则的话我们请那个 Mari Please 我想表达 因为你刚才说说 用韩语 我觉得用韩语是非常重要 因为 一直到最近 我看了很多很多中国朋友 对维族人的那个种族歧视 或者无解 或者污蔑的倾向是还是非常厉害 所以我想问那个 将来一定要把这种讨论会做的公开 因为今天有一个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想听一听 但是因为他没有被请参加 他就不能进入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讨论会做的对全世界的人公开 而且一定要让更多的中国人听听这种说法 因为在法国比方说有一个网络站 名字叫华人街 这个华人街 整天24个小时都是fake news 就是不得了的fake news 假新闻 所以在这儿的中国人都听这些假新闻 就脑子都被麻木了 他们需要听我们这种人的话 就比较真的 而且比较公平的话 今天的节目将会放在YouTube上面 现在全部都录影 所以我们会把那个链接发给您 然后现在没有错 下一次我们会看能不能做同步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让大家可以更加直接的参与 谢谢 谢谢你的这个建议 那么唐彪 对我也就简单一分钟表达一个意思 就是刚才我说到我的这种观点态度在汉人那是极少极少 但是开西的观察也对 在这个极少在人口极少数的异议人士当中 包括国内的包括海外的异议人士当中 对东突厥问题又更开放更清醒的认识的人 是增长的趋势越来越多了 虽然我们这样的人在异议人士当中的声音也是少数 但是这个趋势是在增多 我觉得这个对话是非常重要的 将来维吾尔人要和汉人打交道 要考虑是联邦还是邦联还是独立还是什么形式 那就是要就是这些 知识分子这些异议人士 当中的某些人可能会有对话的权利 所以保持和这些有开放意识的异议人士 对话对于未来的更好的解决是非常重要 谢谢 谢谢唐彪 达瓦 对 那么我觉得就是对像我们这样的一些讨论 因为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就会看到有很多年轻人 他其实可能会有一些疑问 他自己看问题的角度可能跟我们的角度不一样 所以如果比如说我们如果有个现场提问 或者这样开放一些让他们做出提问 然后直接就会发现 原来我们没有想到的他们竟然有这样的角度思考 也会开启我们的也会让给他一个更直接的回应 这是个很好的方式 是 谢谢达瓦的提醒 我们下次一定会开放这个现场的这个提问 然后也直接在YouTube上面直播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目标 那么今天我们在会议结束的时候 到晚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ITI Ilhan Toghti Institute我们的主席 我们的主席 希望能够能够 能够利用这个机会 向达来喇嘛 能够转达一些意见 最后也欢迎这个 我们的Ilhan Toghti Institute 让我们将来喇嘛 来称 accepting my offer to be a moderator to host this first webinar in Chinese language. Here I have a message to Mr. Dawa Tsering and through him to His Holiness Dalai Lama. I'm one of the oldest activists abroad, Uyghur activists. I have been living for the last 45 years in Germany. I met His Holiness Dalai Lama some 35 years ago in Munich airport when we first welcomed him and I had many talks also with late Mr. Lodi Gehry, peace be upon him. So always we discussed more cooperation between Uyghurs and Tibetans. and of course there are some cooperations but I feel personally it's not enough and especially since the last years which the situation is getting worse and worse we are the two biggest occupied territories including the new Chin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 will very briefly propose that we should form an unofficial commission joint commission between Uyghurs and Tibetans to explore ways of better and effective cooperation including Mr. Huarkaishi and some elderly Uyghur activists around the world. I think I'm 71 now so I mean me and people like me perhaps have been waiting for more than 30 years to see a bette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oppressed two people namely Uyghurs and Tibetans and I hope I will I should see before I pass over a real better cooperation and I wish I ask that was setting to convey this message to His Holiness thank you I thank you all thank you Enverjanaka uh well thank you Dawa uh Dr. Erkinegrem Marie always nice to have you here and Teng Liao, thank you uh it's uh抱歉这个何何理事长 那我们下一这个系列活动的下一次我们会再请他回来 他也已经跟大家表达一个抱歉的意思 很可惜我们今天没有听到这样的台湾人的这样的声音 我今天的活动呃超过我们的预期谢谢大家参与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节目的链接尽快提供给大家 谢谢大家谢谢我们今天的会议到这里结束 谢谢小星的事情 谢谢非常非常多 谢谢我们 Bitcoin 谢谢很多 hazır 谢谢来pas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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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